前几年提到抗日剧的话,都是各种手撕鬼子,强打飞机什么的,毫无真实性可言,也就近两年才收入此风,打胜作为香港电影爱好者。 今天一起聊聊六大影的艺人一部抗日电影,你们最喜欢哪一个? 一,刘德华,天若有情三,相信大家都看过刘德华和吴倩怜的天若有情,每次看都会被感动得稀里哗啦,其实天若有情总共有三部,前两部是陈沐盛之道,第三部由杜启峰之道,是一部抗日电影,也是一部爱情电影。 有德华饰演的刘建伟出自名门望族,投考空军,日死和日军对抗,不幸受伤的情况下被春姑小和武器连事救下,之后两人有一段爱情故事,这一次两人不再像第一部那样悲情,而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,如果大家对空军感兴趣的话,想了解民国时期的空军如何对抗日文鬼子的话, 建议大家看看纪录片冲天,除此之外,有德华还演过一部强阵容,走喜剧路线的抗日电影《富贵列车》。 二梁家辉,看航山上,虽然是一部主旋律比较重的影片,不过每次看依然会热血沸腾,本聘一周的总司令的视角来展开,讲述了在山西抗击日本鬼子的故事。 其中梁家辉各串出演断帝将军和炳言,和小日本直接肉搏战,一把大刀锁橡皮拟,没有他们的抛头颅,洒热血,绝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和平,向他们致敬。 除此之外,梁家辉还参演了其他一些抗日影片,比如和日军在来中的特工,和梅艳芳之间有一段感情纠葛,还有才说句横扫千军中饰演板人正,是一个日本人,负责监视溥一刀,还有一部遍地狼烟,出演还张猛子,负责训练直击守队伍,气场比较强,其实本片不像一个抗诈篇,倒像一部香港枪诈篇。 三,周星石,赌霞二,上海滩赌盛,欣言毫无疑问是一个爱国演员,在新京武门中暴揍日本人和汉仙,在整股专家中更是对他们大骂,罚他们几个亿,其中在赌霞二,上海滩赌盛中利用特异功能,帮助定力对抗日本人,系爱欣言也是非常的爱国的,曾经放弃进军好莱坞的机会, 对,就是因为他想将清风侠中的日本人换成中国人,不过好莱坞的电影,导演是不能改剧本的,所以新年宁可推掉,也不用日本人。 四,成龙,铁刀飞虎,半片改编此真实历史故事,有以往成龙功夫喜剧的味道,不过这次少了点个人英雄主义,更多的是团队配合,整体来说是合格的, 不过唯一让大家不满意的就是仿祖明的戏份尤其多,除此之外,成龙在1982年,还和林青霞,拍了一部主演评的迷你特工队,算是一部恶岛抗战片,本片主演是王宇和林青霞,郑少秋也有客串,成龙那个时候只是配角,没有什么名气,更早成龙大哥还有一部顶天立地,六名北海,功夫,1973年, 出品的一部抗战片,年代比较久远,制作上,也比较粗糙,五,李连杰,中华英雄,李连杰在《金武英雄》中饰演了陈真,统奏机器人藤天刚,仰慕我中华武术,更在结尾奔赴日志最多的东北战场,不打走日本绝不回来,其实杰哥早在1986年,就自造自演一部抗日片,不过战争戏不多, 主要讲述的是抗战胜利之后的故事,当年抗战胜利之后,一些美国兵自以为是,经常欺负中国人,而有的中国人甚至助纣为缘,此等情况下是不能忍受的,本片最大的看点,也就是李连杰的动作,六,周润发,黄石的孩子,本片属于何拍片? 在抗战时期,中国游击队成员周润发誓,和英国记者护送一群孤儿的故事,故事很感人,可是导演却没有讲好,不过这种类型影片,往往意义大于水准,所以我们也就不要想求了。 与此同时,包哥还出演一部《等待黎明》,和万子良,叶同龄和主演,也算是一部抗战片,不过聚焦的是底层小人物,他们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,只能尽力想办法逃离。 这是一部难得的佳作,讲述了大时代下的小自由,其实香港老一辈演员都是非常爱国的,只不过现在有一些漂亮小丑出来声势,经常发布一些不好的言论,对于这样的人就应该选择封杀。 当然了,想看看这句的话,还是选择了解,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,的。